大家好,我是墨竹人 首先要感谢共识群的各位群友、老师、还有群主、还有各位转播员 辛苦了 共识群在我心里边是十分高大上的一个地方 以前我不大敢在这个群说话 就是潜水 因为这里边大咖云集 有很多我可以说如雷贯耳 梦寐以求希望能得一见的老师们 包括我自己的老师也在这里面 赵士林先生 还有像刘俊宁老师 像贺卫芳老师等等等等 这简直我不敢想象 有一天我可以在这儿讲东西 分享东西 承蒙各位朋友和老师们的厚爱 能够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分享我的看法 感谢大家 那么第二呢 也为自己打广告啊 这个月底我打算分享另一个阅读的心得 是就是哈耶克的名片 我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 我想这个群的人呢 我想大多都是爱国者 我们深爱这个国家 当然不是爱政府啊 我们深爱这个国家呀 所以我们上下而求索 也让我们一起努力 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做一些贡献 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托克贝尔的这个名著 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用的是这个冯唐先生的一本 商务印尸馆出的 这本书啊 很高大上 我一直没敢读 直到去年年底 我才第一次读 当时我也正在忙于 这个毕业论文的事 刚刚写完了第一稿 发给赵老师审阅 正好有点时间就就读了一下 没想到读起来就放不下了 这本书写得很好 文笔流畅 观点犀利 而且非常酷 到处充斥着 很多地方拿出来 就是格言警句 真言呢 嬉笑怒骂之中 不是 这个严肃之中 嬉笑怒骂 很多地方让人看了以后 真忍不住想笑 但是你仔细回味起来 真是悲从中转 写得很悲哀 写得相当的深刻 它能有一半左右的篇幅 是关于法国的旧制度 对那个时代的 法国的社会 方方面面的影响 我想从中也 我们也可以 非常明显的 看到中国的影子 可以说我们对 中国现实的种种批判 在这本书中 我觉得都能找到 对应之处 这本书近几年来 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斯巴达之后 隔壁老王入场 大家都知道 担当重任 他推荐了这本书 海里老领导 推荐这本书 所以马上当时 就是洛阳只贵 脱销了 我记得当时 电视节目里边 还请过一些专家 来科普 科普这本书的内容 网上有很多文章来介绍 反正我是听的 云里雾里的 就记得 他们基本上 都是围绕 一个问题来讲的 就是为什么改革 往往会引发革命 要不然就是讲什么 人们其实不是要自由 而是要主 而是团主 类似这些话 我估计很多人 朋友 对这本书的印象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可是随着我对这本书的阅读 我发现 这并不是这本书 所要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以及我对它的一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简介一下作者 大家都不陌生 就法国人托克维尔 他是191805年出生 他是贵族出身 当过法官 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期间 都曾经入过狱 差点上断头台 后来是热月政变 把这个雅各宾派干掉 然后呢 才侥幸逃脱 他的寿命不长 他只活了54岁 30岁的时候 他出版了论美国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 可以说是少年成名 然后35岁出版了第二卷 然后第二年 他就当上了法兰西院士 但是此后的15年 他就相当于是从政了 没有做过学术上的 其他的重要著作了 在此期间 他还当过众议院的议员 他目睹了这个波旁王朝 被七月革命推翻 然后二月革命又推翻了七月王朝 然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 托克维尔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可以说是寄予厚望 很兴奋的参与他的宪法的编撰 但是没过几年 到1851年就又发生了政变 拿破仑三十上台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相比来说呢 他比较支持 刚才我们说到第二共和国 他甚至一度任外交部长 但是等到拿破仑三十上台之后 托克维尔就相当于是失势了 甚至一度曾经被羁押 后来被释放 他就隐居相间了 成了一个著名的国内流亡者 这本书 就职度与大革命 就是他在这段时间写的 1856年出版 然后三年之后 59年他就去世了 他是个贵族出身 有人说他是保守的自由主义 也有人说他是自由的保守主义者 但是无论怎么说呢 他所最珍视的 那肯定是自由 这是他最终的目的 此前其实有很多学者写过法国的革命史 但是他这本书不大一样 他视野开阔 他就像他自己说的 这不是一部 这本书绝非一部 法国大革命史 他不是研究这个整理资料了 他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和评价 这本书的篇幅呢 其实不长啊 我读的这个汉译本 除去前言和导言之后 导论之后 还有后继 它的主体部分 它的内容大概只有210页左右 分三边 每边各有书章 那么下面我们就对这个书的内容做一些介绍了 首先托克贝尔就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当时的人们 当时的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他在这个前言部分呢 他就说当时的人 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以为法国大革命 是完全颠覆了旧的传统 宗教 政治 要改头换面 这确实也是当时那些革命者的目标 但实际上 做到了没有 这根本没有做到 他说啊 他们甚至是在用旧社会继承而来的一切 来闹革命的 这倒让我们想起中国 想起我们 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来 对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这种态度 其实我们这个确实就像托克贝尔所说 这些传统 他是不是能够完全抛弃 是不是能像哪吒那样 割肉还母 剃骨还腹 能不能做到 托克贝尔说 根本做不到 那么如果做不到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就不是说我们怎么做才能把它摆脱干净 而是说你应该如何面对它 既然摆脱不了 那你就应该想怎么去面对它 那么回到这个托克贝尔啊 他列举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 比如说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叫阿瑟阳 他当时正在法国游历 他当时以为什么呢 以为大革命啊 会使贵族的特权增加 所以是必大于利益的 还有著名的英国的这个保守主义之父 博科先生 埃德蒙博科 他最初呢以为法国会被削弱 甚至灭亡 革命之后 他说 他这么说了 法兰西岂只是丧失了旧政府 简直是丧失了一切政府 与其说法兰西必当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 不如说 他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 但是 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 却走出一个丑陋庞大 超出人类全部想象能力的可怕怪物 他无视一切 固有的准则 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 谁要对他的存在不理解 便被他击倒 对此呢 托克威尔怎么说呢 他说 大革命有那么离奇吗 有那么颠倒乾坤 锐意革新吗 大革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特点是什么 深远的影响又是什么 具体摧毁了什么 又创造了什么 他说 要了解这一切 要回答这一些问题 就必须先要了解 大革命之前的 那个法国的旧制度 他的这本书就是在对 旧时代的法国的历史啊 政治啊 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之后 写旧的 这个作者研究了 当时三级会议前后 法国的很多省级议会的记录 还有1789年 三个等级的澄清书 他说啊 这些澄清书就是旧社会的遗嘱 是那个时代人们愿望的体现 而在这个研究旧时代的档案过程中 作者发现了很多今日法国的特点 就是他当时就大革命之后 那个法国的特点 他说 其实在革命之前的档案的那些文献里边 这些特点就已经能找到了 很多人以为是源于大革命的那些情感思想 习惯政治 其实都能在大革命之前的旧时代 找到它的根源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想讲的就是宗教问题 以此作为一个引子吧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国内咱们这个圈子 其实最强烈的一个呼声 就是宗教方面的 基督教方面的 这个趋势可能也是越 以后还会越演越烈 很多基督徒朋友们呢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 就是认为这个激进的邪恶的法国大革命 它是反宗教的 无神论反宗教的 甚至他们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之所以 暴力的根源所在 那么恰好托克威尔这本书里边 也有相当的篇幅 谈到了宗教的问题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视角啊 他说呢 托克威尔说呢 大革命中最初产生的 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情绪 就是反宗教情绪 他说呀 这个大革命 首先呢 大革命看起来 甚至不像一场政治革命 我们知道大革命是政治革命 他说他倒说 他好像看起来似乎不像一场政治革命 反倒像一场什么呢 宗教革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呀 一般而言 政治革命都是在国内搞的 只有宗教革命才会超越国界嘛 而法国大革命 他的特点就是 他超越国界 他不只在自己国内搞 他说 翻遍史册 也找不到任何一次 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 只有在宗教革命中 才能找到这种革命 这个特点我们都熟悉 我们中国人都熟悉 无论是苏联还是天朝 都搞过革命输出 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政权 本身就是苏联当年 搞革命输出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共产运动 其实跟法国大革命一样 所以说 共产运动 跟法国大革命一样 他们都更像宗教革命 有着宗教式的狂热 托克威尔怎么说呢 他说 法国大革命 与宗教革命相似之处 基本的相似之处 至少有两点 第一就是 他超越国界 像我们刚才所说 第二 就是他有着狂热的 不道精神 不道精神 他有他所要宣扬的一个理念 他要把他宣扬到全世界 这就是一种宗教式的不道精神 这种跨越国界的不道 他就需要普世性了 托克威尔认为 宗教才有普世性 具体的政治是不具备普世性的 因为宗教是抽象的看待人 而不是把人放到具体的社会中来看 宗教的目的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 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而不关心具体某国某地的法律习俗传统 因为宗教专注于人本身 关注于人性本身 人性是普遍的 所以宗教可以有普遍性 所以能够超越于国界 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 他研究的是人类普遍的一般的政治问题 只不过 他说大革命涉及的是现实 而宗教关注的是来世 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追溯的是这样的一种普遍性 也就是用这个 如果我们用这个古希腊以来的说法 那就更自然的东西 因为更自然东西 所以它更容易被世人所理解 也更容易被其他的国家所效仿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宗教式的热情 这是以往的政治革命所不具备的一种特点 特色 它致力于全人类的心声 所以 托克威尔就说 这种特点 这种宗教式的狂热 最终让法国大革命 带上了宗教色彩 甚至它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宗教 这是它的原话 他接着说 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 将它的士兵 使徒 受难者 充斥整个世界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法国大革命 虽然它标榜理性 标榜理性主义 但实际上它已经失去理性了 它跟我们今天的这种情况 其实非常类似 共产运动一样的 都是从理性起家 但是实际上最终失去理性 所以哲学界有一句话 它叫做 怎么说呢 叫理性主义不理性 浪漫主义不浪漫 这它的问题 我觉得是在这 不是说它理性过头了 而是它的理性被丢掉了 这个托克威尔还谈到 他说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新思想 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这种做法 就是步道的这种做法 中世纪就已经有了 他说 这些中世纪的步道者 他们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 而沿用人类社会普遍的法则 并以人类的天赋权力 反对本国的政体 我们知道从这个 保守主义的这个原则来说 这两点都是非常成问题的 一个是追求的是人类的普遍法则 一个是以人类的 以人类的这个天赋权力 来反对反抗既有的政治权威 但是这两项的托克威尔说 都是来自基督教 中世纪基督教就有了 那么我们谈下一个问题 我们谈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 法国人为什么会对宗教 表现出如此巨大的负面情绪呢 他说 这个否定宗教的思想 在欧洲久已有之 却只有18世纪的法国 才能有所作为 他提了这么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 这是因为 对于政府的罪恶 人们的不满情绪 是不能在政治生活中表达出来的 就是说 你谁敢抨击国王啊 对吧 所以只好从其他的方面表达出来 比如说对宗教的批判 还有文学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前 文人和作家 成了法国的最重要的政治家 这就是他的一个原因 他说 所以当时之所以反宗教 其实并不是因为 基督教有什么罪恶 而是因为教会 在某些方面构成了阻碍 构成什么阻碍呢 尤其是对作家构成了阻碍 因为这些作家们 要出版东西嘛 而教会是思想和出版物的审查者 所以作家很痛恨他们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教会这个东西 在当时的法国 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教会为政治权利 也就是国王 提供了合法性和神圣性 军权神兽嘛 对吧 所以 这个法国人 其实想要反谁呀 当然是反专制政府嘛 但是政府有枪 你敢骂他吗 而教会没枪 同时教会又为国王 提供合法性神圣性 那当然得反教会了 反教会既可以从政治上 打击国王与政府 他又没有危险 那当然要把教会当成靶子了 就像我们今天似的 我们伟大的胡安刚教授 我们今天大陆 但凡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们今天大陆 但凡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们这个圈子的人 我请问大家 有谁喜欢胡教授吗 大家都骂胡教授 骂起来都不会嘴软 可是胡教授背后的那个男人 你们谁敢骂 谁敢说一个不字 同样的道理 法国当时反教会 实际上就是想反政府 又不敢 所以教会成了替罪羊 而且同时呢 当时这个国王啊 他对教会的保护 其实是很有限的 他们不是一家人 因为历史上 教会跟这个国王 曾经有过明正暗斗 甚至教会曾经凌驾于国王之上 我们知道这个法国历史上 天主教廷 跟这个国王 跟天主教廷 有过很大的纷争 甚至有过阿维尼翁之球的那个事件 两个教皇并立 他说呀 而在自由的国家 因为宗教与政治 没有太多的牵连 所以人们对宗教的态度 反倒是普遍比较宽容 甚至是比较认可的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英美了 我们看今天美国宗教 非常长盛 因为他这个跟政治 没有绝对的关联 因为他有这种宗教的自由 所以他长生 反宗教的这种思想 他说 从哪来的 甚至是从英国传过来的 他说福尔泰的老师 柏林布鲁克 就是英国的一位自然神论者 但是这位柏林布鲁克 这位自然神论者 在英国却与主教成为盟友 而在法国呢 同样是自然神论者 法国是怎么样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们世间势如水火 那么何以同样是自然神论者 在英国与在法国 却成就了不同的事业呢 这个状况 是宗教信仰导致的吗 请大家思考 那么 托克威尔 他又说 这个 他说英国 这个不信教的这种思想家 不是没有 也不是说被边缘化 而是很多 但是并没有能够在社会上起到太大的作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因 英国并不存在法国那样的问题 所以呢 尽管英国当时这种非宗教的学者很多 但是普通人并不需要介入反宗教去反对这个政府 所以他对普通人的影响就不大 他说呀 在以往的革命中 要么然是这个政治革命 但是呢 尊重信仰 要不然是宗教革命 但是呢 尊重政治 而法国大革命 则恰好是要把两者全部推翻 我们大家要想一想 一个社会要想有秩序 怎么样 你要不然 你要不然你是你的政治得运行良好 要不然你有一个起码的宗教 你才能有秩序 你总得战一样 而法国大革命是要把两者全部推翻 那你当然就是社会失序了 所以对这个社会就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那么 这个大革命为什么要把他这两者全部铲除呢 就是因为 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宗教和政治扭在了一起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宗教为这个政治站台 所以要反就得一起反 所以这种状况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单 就是单纯的去责备那些革命者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其实根源是旧制度种下的 你有这种情况 他他反的时候肯定一起反 那么为什么 他又提到另一问题 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前后 最热火朝天的那些时候 法国搞得好像反宗教 简直成了全体国民的意见 其实只是一波人 但是搞得好像全体国民的意见 托克威尔认为 这是因为反基督教的那些人生死历劫 而不信教的人不敢作声 怕被孤立 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正确 我们都了解 像文革 其实文革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变成了恶魔 但是你要不跟着喊着几句口号 不跟着伸伸拳头 你自己就危险了 所以正如托克威尔所说 人们之所以仇恨基督教 这是他原话 并非因为他的宗教教义 而是因为他在当时 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 并非因为教士们会统治来世 而是因为他们是今生的统治者 并非因为宗教在新社会中 无法占有一个地位 而是因为他们就是旧社会中的特权代表 他说而且时间可以作证 当旧制度被摧毁之后 宗教在法国很快又重新被人们接受了 他说法国大革命之后 法国原本反宗教的那些贵族 最反宗教的那些人 又开始重新皈依基督教 他说1789年以前 最反宗教的阶级是旧贵族阶级 结果1793年之后变成了最虔诚的阶级 他们第一个受冲击 也是第一个重新皈依宗教 而且这个现象 而且这个现象不只是在法国发生 法国革命之后 全欧洲的宗教都在服刑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在法国呢 尽管他这个宗教还没有到政教合一的程度 在旧时代 但是宗教确实在当时已经跟政治是严重的捆绑在一起了 而正是这种捆绑 把法国的宗教给害了 宗教成了政治的替罪羊 人们要反政府 要反对政府 又不敢明着反 那只好把这个宗教推向了风口浪尖 今天还有人 如果还有人想把这个宗教跟政治捆绑 那我觉得你反倒是害了宗教 那么再谈一下 我再稍微谈一下 这个就不谈了 那么宗教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 如果说托克威尔并不认为宗教是核心问题的话 那么什么是才是核心问题呢 是什么问题才导致了 这个大革命 尤其是大革命中所产生的这种严重的暴力倾向 那种暴裂 是什么导致这些的呢 简单的回答 这个根源其实就是法国极权专制的旧制度 人们总以为大革命是完全改变了法国之前的旧制度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东西 其实不是 总有人以为说法国大革命是无政府主义 好像大革命要攻击一切权威 所以给人一种无政府的错觉 但他说实际上大革命所塑造的新政府 其实是最极权专制的 power最强的 比政府比旧的政府强百位 这个我们也了解 我们也很熟悉 对比一下俄国的革命 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了苏联 还有我们满清之后 尤其是四九之后 那前27年 他们的专制程度都远超 这个所说的皇权时代 那么这个 然后呢 托克贝尔就回顾这个历史 他说 法国中世纪的这个政治 其实是封建制 我们所谈的这个封建制呢 因为这个语音可能会被传播到别的群 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熟悉这块 我大概解释一下 他所说这个封建制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大陆这边所说的 秦之后的封建制 那是完全两码事 我们这个是一个为了将就马克思的那套 所刻意搞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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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其实是完全不对的 封建制应该是指 在中国应该是指秦之前 尤其是西周时代的那个封建制 在欧洲呢 那他就指的是中世纪的那个封建制 他说法国中世纪的政治 其实就是封建制 而到了18世纪 已经是比较典型的集权了 所以这个大革命之前的那个旧制度 其实不是封建制 而是集权 然后呢 托克贝尔就回顾这个历史 他说 法国中世纪的这个政治 其实是封建制 我们所谈的那个封建制 因为这个语音可能会被传播到别的群 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熟悉这块 我大概解释一下 他所说这个封建制 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 呃 我们大陆这边所说的 秦之后的封建制 那是完全两码事 我们这个是一个 为了将就马克思的那套 所刻意搞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结论 其实是完全不对的 封建制应该是指 在中国应该是指 秦之前 尤其是西周时代的那个封建制 在欧洲呢 那他就指的是中世纪的那个封建制 他说法国中世纪的政治 其实就是封建制 而到了18世纪 已经是比较典型的集权了 所以这个大革命之前的那个旧制度 其实不是封建制 而是集权 其实呢 当时欧洲各国都是如此 法国德国等等 都是如此 都是从封建过渡到集权 这也就是所谓的古今之变 古今之变 他说呀 托克贝尔说 他说他们把原本等原本的等级社会 趋于平等 用官吏取代了贵族 用统一的规章制度 取代了地方特权 用官吏取代贵族 其实就是把贵族阶级给产平了 那国家的治理就用官吏来治理 用统一的规章制度替代了 这个取代了地方特权 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秦朝的统一杜亮恒 车同文 这个书同文车同轨 读到这里 其实我很赞同他的这个思路了 他是用封建到集权的这种政治结构的演变 来解读法国历史 其实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对中国历史也应该这么做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的历史的话 我们会发现 中国跟欧洲 从大的框架上来说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相似之处 就是他们都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 一个封建到集权的一个变化 或者说叫古今之变 只不过所发生的时间是差得很远 他们是西方是近代发生的 而中国这些转变呢 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是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 我们看西方呢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几个西欧国家 其实都发生过这样的转变 而英国 其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转变 他今天的宪政民主自由的政治形态 以及他的地方自治的这种政治结构 甚至就是直接从封建制孕育演化而来的 所以考察东西方的政治的演变时 我们其实能够发现 中国与西方 中国与西方 他们的根呢 其实差不多 我们本是同路人 英国是一直沿着原本的道路走下去的 而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还有中国这样的国家 则是走上了一条歧路 这个历史 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棵树的话 英国是始终沿着主干发育的 而中国与法国这样的国家 则是跑到了支岔上去了 对这个问题 托克威尔几乎是有了同样的见解 他说 14世纪 那是封建时代 那个时代 法国的政治机构和英国的政治机构 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后来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 越来越不同 他们就向两条线 从临近点出发 但沿着略有不同的倾斜角度延伸 结果两条线越延长 相隔越远 然后呢 他也谈到了整个欧洲 他说 罗马帝国被摧毁之后 各蛮族语言风俗都不同 只有不开话是相同的 只有不开话是相同的 相互厮杀敌对 最后形成了千百个彼此独立 互不相同 不相往来的小国 而他们中间却出现了非常类似一致的 那种法律和政治 而且这些法律与罗马法 还完全不同 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他列举了不少 我给大家说一下 都有这个类似的议会制度 等级制度 贵族地位 城市结构 农村的治理方式 农民的处境 承担的义务等等 都是一致的 还有什么领主 庄园 领主法庭 采役 土地年贡 姚役 封建义务 还有商业行会 都一样 而且那个时代呢 各个国家之间的往来还很少 所以我们说呀 这个类似的制度 简直是能够把这个 不同的相隔千里 相隔万里的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人民 把它的社会塑造的 能够差不多 托克贝尔呢 是很 很这个推崇 这种封建制的 他说 十四世纪的土地 赋税清澈 十分清晰 井井有条 而越晚尽则 越混乱 他又讲了一句格言 真言 他说 看来 市民社会 转为文明之日 即政治社会 堕入野蛮之时 简直就是格言 他又谈到德国 说十三世纪的 这个德国的自治市 就像一个一个的 开明的小共和国 很富有 但今天这些城市 徒有其表 毫无生气 旧制度已经坍塌 中世纪 政治自由随处可见 而今天到十八世纪 没了 到了十八世纪 地方贵族的权力 废弛 王权兴起 但是这个时代 与中世纪的 王权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是集权的君王 他不是分封的 封建制的君王 他是通过官吏 来治理地方 取代了贵族 他说只有十七世纪的英国 与大陆各国完全不同 封建制度尽管在英国 也已经实质上不存在了 但贵族被保留了下来 而政治却向平民开放 财富取代了贵族的地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赋税平等 言论出版自由 这些新东西 注入到了英国古老的躯体力 保持了老的形式 却得到了新的活力 使其复苏 十七世纪的英国 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 其所保留的 种种中世纪的遗迹 如同供奉品 等到集权化之后 英法两国 尽管都还保留着贵族 但这两国的贵族 却有着很大的差别 越来越不一样 他说 其实他们最初都是一样的 但越到后来越不一样 法国的贵族 他说 最初也是掌权者 但后来权力丢了 只是沦为什么 沦为种姓 唯有英国的贵族 仍然有政治上的权利 大家对英国这个情况 都不大关心 英国人自己出于习惯 也视而不见 他说 英国的独特之处 不在于其国会 自由和培训团 而在于什么 在于英国是真正摧毁的 种姓制度的唯一国家 贵族与平民 可以有同样的职业 甚至可以同婚 其他的国家 包括法国 那个时代 贵族和平民 不能同婚 他说 英国的贵族 甚至可以和下等人 打成一片 他把农民 可以请到自己家中来 跟着这个主人 还有这个主人 领主的夫人 孩子全家一起吃饭 而在法国 这不可想象 英国 他说英国贵族 贵族之所以能够这样 不是因为天性 他们的性格 或许会更傲慢 但是为了维持统治 为了维持他的地位 他不得不让 所以他说 这个 可见呢 不同的政治原则 会将两个临近的民族 引向不同的方向 这个 所以说 这两个民族 走向不同的方向 这个不是18世纪的事情 也不是启蒙时代的事情 而是从15世纪就开始了 谈到这里 不得不让我想到 这个制度论和素质论的问题 更让我想到这个芝加哥学派 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的 这个约束条件这个理论 在我们如果看这个托克维尔的这句话 很显然 他就认为政治原则 其实就是 支派所讲的约束条件 这个政治原则 约束条件一改变 这两个民族的性格就发生了改变 他们做行为 做事的方式 他的 他的这个气质性格就发生了改变 那么他提到 还提到什么呢 提到英国的贵族这个词 因为我们知道 英国的贵族 是从法国过去的 是11世纪 这个诺曼底公爵 诺曼公爵 威廉一世 征服了英格兰 所以他的这些贵族 其实一开始都是讲法语的 他说英国这个英语里边 贵族这个词 一开始就是来自法国 叫什么呢 我不太懂法语啊 大概应该按照英文的发音 应该是这样 我估计按照英文的发音 应该叫gentle home 但是逐渐的演变成了英语中的什么呢 就是gentleman gentleman我们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绅士 他说平民这个词 也估计也是从法语那来的 他是写的 如果按英文的发音 应该叫rotary 我不太懂法语啊 可能是这么发音 他说这个词在英语中 已经消失了 已经消失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贵族逐渐演变成了绅士 贵族这个种姓 贵族原本是个种姓概念啊 但绅士不是 这说明什么 说明英国的贵族 英国的社会 已经打破了血缘的壁垒 平民跟这个贵族 其实已经打成一片了 绅士不讲血统的嘛 而传到美国之后 这个词 gentleman 已经被用来泛指公民了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英国 这个gentleman这个词 他词意的演变 从正统的政治地位上的贵族 然后逐渐演变成了绅士 绅士什么呢 就是你地方有一定影响力 哪怕平民也可以 只要你道德高尚 你接受过教育 那你就可以当绅士 再到美国 已经用来泛指公民了 所以他这个演变 如果我们对比我们中国的话 跟儒家的那个君子的概念 几乎是一致的 因为我我的自己的毕业论文里面 就分析过这个比较 也分析过儒家的这个君子的 含义的演变 他在孔子之前 在早期比如上述这种 他就是指政治地位 政治上的贵族 就叫君子 而在孔子之后 只要你是道德高尚的 哪怕你是平民 你也可以做君子 继续啊 他说呀 这个封建时代的 贵族与国王 其实就是众人之掌 而不是冷酷无情的统治者 人们服从于国王 不是出于强制 而是出于爱 他们对国王 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 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 这简直如果你熟悉这个中国的先秦时代 比如说儒家 他讲的简直就是跟中国当时太像了一模一样 我们的先秦时代 封建的那个黄金时代 一样的 因为家国统构嘛 层增分封嘛 每一层其实就是一个宗族 对于诸侯来说 天子是既是他们的君主 又是他们的父亲 或者是长兄 他是家国统构的 在这个诸侯国内部 对于各个大夫来说 这个诸侯既是他的君主 也是他的长兄或父亲 每一层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整个来看 以全天下来看 天子其实就是全天下人 你就是最大的君主 政治上 那么血缘上就是最大的父亲 所以跟他讲的这句话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 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 后继话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 我们一般可能不大认可 可能觉得我们这不是那样 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天子也是来源于天嘛 至少人们的观念里 天子是天的儿子 对吧 我们接着说他这个书中的内容啊 他说中世纪 贵族与治下的平民 其实也是一个紧密的圈子 平民中的一些优秀的人 平时他会辅佐这个贵族来治理领地 比如说在法庭上做一些协助 在战争中他做贵族的扑从 他说十四世纪啊 甚至连资产阶级跟贵族的关系都很紧密 这个贵族与自然阶级在议会中 三级会议中共同进退 是很自然的事 十四世纪那个时代 甚至他们贵族和自然阶级能够联合起来 保护各省的权利反抗王权 他举了很多这种例子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不讲明这是法国的事 就好像是从英国的历史中拿出来的似的 所以就是他举了这么多例子 其实就说明一件事 就是说在法国极权化之前 近代之前的中世纪 法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形态 跟英国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法国的贵族阶层 失去治权之后呢 这个贵族个人的特权却在增加 成为这个国王第一奴仆的这种特权却在增加 他说随着中央极权的加强 税越来越高 但是贵族却有买免税权 这种免税的特权看着好 但是确实贵族与民众分离了 贵族被孤立了 原来你跟贵族跟平民不是紧密团结的吗 现在你们被就是相互隔离起来了 贵族也逐渐的被贬义 这个埃德蒙伯克英国人 埃德蒙伯克他曾经胜赞法国的旧制度 他曾经赞美过法国的这种旧的贵族制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法国 在伯克那个时代的法国的旧制度 只要你有钱 你就可以花钱买一个贵族偷钱 所以资产阶级也能基身贵族 我们知道伯克非常赞美什么呢 赞美自然贵族 而贬低封爵贵族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但是伯克觉得这也挺好 但是实际上这是对贵族阶层的一个贬义的方法 比如说路易十一的时代 他曾经成倍的增加这个封爵的人数 实际上这是对贵族的贬义 就像我们看那个汉武帝 搞什么呢 搞推恩令 你看着好像是让这个贵族 有封有封地的贵族人数增加 实际上是在贬义贵族 加强中央集权 所以说从15世纪开始 贵族的地位就开始削弱了 对于这个贵族的没落呀 托克威尔是痛心疾受 他说贵族保持着先辈的骄傲 仇视奴役 他们不关心政府对普通人的控制 但极力反对政府对他们自己的控制 这有点损贵族的意思 大革命之初 他说贵族对国王的态度 甚至比第三等级还要激烈 但大革命却将贵族彻底根除了 贵族长期以来发挥着伟大的品德 骄傲又自信 是社会上最具抵抗力的阶级 他气质雄壮 也为其他阶级增强其形状 贵族无法再生 头衔可以再来 但先辈的心灵已无法恢复了 他对这个贵族的阶层的丧失痛心疾受 那么法国的封建制是如何解体的呢 他这本书里边没有太多篇幅去研究这个 我都是找的一些他书里边的直言片语 然后自己组织了一下 他这个主要的说法呢 其实是关于税收 我们知道英国宪政的建立 其实直接原因也是在于收税 而法国呢 就是这个大宪章啊 这个因为是这个破坏了当时封建制的那种 权责对等的这种收税的这种原则 所以呢 大家贵族联合起来 胁迫国王 签订大宪章 但是法国呢 法国不太一样 首先他回顾历史 说十四世纪中世纪的时代 说有一句格言叫 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 他说这句格言 在当时的法国和英国 是同样 稳固确定下来的 他说人们经常会提取这句话 在当时 违反他就相当于失去保证 恪守他就相当于服从法律 所以这个这句话 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话 其实在封建时代 他就是一条基本的政治原则 或者说基本的法理 这个原则就是封建时代的 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全则对等 或者说我们叫契约原则 所以托克维尔管这个叫什么呢 叫封建的自由 结果呢 在百年战争期间 法国国王就把这个规则给破坏掉了 他不经国民同意就确定税收 那么问题是 为什么法国的贵族 没有像英国那样去 英国贵族那样去反抗呢 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简单 因为贵族被免税权给收买了 我们知道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 法国是在相当大的一段时间里边 是处于劣势 被打得满地找牙 所以呢 他就开征了一个什么税呢 他不得不开征一个税啊 这种税去打仗 叫什么税呢 叫军役税 军役税 他相当于国税 我们知道英国的国税 在封建时代 是没有常规国税的 英国 他的这个国税叫什么呢 叫丹麦金 为什么要争国税呢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欧洲各国都被北欧的维京海盗威胁 尤其是丹麦人 几乎是隔几年就去打英国一次 然后抢东西 抢人 所以呢 他就 这个英国在 每次每当这个丹麦人打来的时候 他就会争一次国税 这国税平时没有 他只有当这个丹麦人打来的时候 他才争一次国税 然后这个税 就是用于保护全体英国国民 然后用来对抗侵略者 所以他是国税 全责对等嘛 我争这个税 就是为了保护你的 拿来给你用的 所以要争 而且是国税 而当丹麦人不打来的时候 他就不能争 这是英国 而在法国呢 就把它当成了一种常规的税了 常规的税了 也是相当于国税 军役税 普通老北应交 而且为了让贵族不反抗 收买贵族 贵族不用交这个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法国的贵族在面临国王乱受税的时候 他不反抗 他卑鄙的听凭国王向人民征税 他说法国的集权的货根从此埋下了 托克贝尔的原话这么说 他说从那一天起 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 他太犀利了 他这个见解 跟我们今天的很多宪政学者的这个见解 简直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种情况 就是说军役税 这个贵族不用交 都平民交 所以他又说了一句话 很有批判性 他说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 最无能力应付的人 却得交税 就是富人免税 穷人得交税 我们想想我们今天何其相似 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你有 我那天看一个图片 说的太好 他说如果你有权利 规则都是为你服务的 如果你有钱 规则都可以为你而变同 如果你两者都没有 OK 规则就是为你而定的 这税就是你来 你来 就是你交 那么呢 下面我们就聊一下 法国封建制 这个倒了之后 集权化了之后 或者说在集权的过程中 法国的这种集权 对法国的社会 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这个部分呢 我不细的 不详细的对照中国来看了 但实际上每一点 你都可以对照中国来看 首先我们来谈 法国旧制度 也就是那个 封建制倒了之后的 那个集权制度 在法国 他的政治结构 他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 这个封建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了 路易十四说 镇纪国家 这是货真价实的 这不是假的 这不是说 他多狂妄 当时的法国 集权之后就是那个样子 紧密团结在 以王权为核心的周围的 是什么呢 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力机构 叫御前会议 这御前会议 对他的评价是这样 他既相当于最高法院 又相当于最高行政院 说一切特别管辖权 都是从这来的 而且根据国王的意志 他还有立法权 三权他都有了 他能制定税制 还能制造政府官员 他有权决定一切重大事务 包括监督政府 所以这个御前会议 实际上就是国王王权的延伸 而且实际上控制人 控制权就在国王 这个御前会议 只是拿来发布各种决定的罢了 就像我们熟悉的 那些很多高层的会议 其实都是拿来发布命令的 他不是拿来讨论事情的 所以说这个托克威尔就说 预前会议的成员 不是贵族 而是出身低下的 有实际基层行政经验的人 就是官吏 你要说贵族 那你不好控制了 这些成员都是出身平民的 他不是贵族 所以干不好就可以撤换 这些官吏叫什么呢 英语中就叫minister 小人 小人 mini就小嘛 为什么叫小人呢 其实这种官吏这个东西 在封建时代就有 我多说一句啊 在封建时代 就官吏这个东西就有 因为贵族你领地很大 你不可能总是用贵族 你的附庸也是贵族嘛 你不可能总是用他们去 去管理你的封地 你得找一些出身平民的人 就是普通 或者说陈属 来帮你打理你的封地 你的财产 你的产业 那么这些人出身平民 他在这个贵族面前 他就自称小人嘛 所以叫minister 官吏 然后呢 各级官吏 他说各级官吏 其实都是由 法国的中央政府层层委任的 跟我们一样 决策权 在预先会议 而这个日常的事务的执行 他的总负责人 在中央 是叫做总监 在省一级 就省长一级 叫总督 在县级 叫总督代理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三级的结构 中央是总监 省一级是总督 然后县一级是总督代理 三级结构 如必实质 跟我们秦之后的官僚体系 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与英美的那种自治结构 自治 结构 完全相反 人家的那种各级的行政的一把手长官 都是选举出来的 你州长 还是你是市长 那都是选举出来的 你上级中央政府 无权委派 你凭什么给我委派官吏 给我委派这个州长市长 政治结构就大概讲这些 然后呢 是关于他的公共事务 传统的这种封建制下 贵族领主 责任重大 这个领地的公共事务都是贵族来主导的 也是他也是负责者 比如说领地内如果有了穷人 他有责任去救济 你有了灾难 灾害 他有责任去镇绩 而到了18世纪的法国 领主已经没这些责任了 都是由中央政府承担 我们知道责任越大 权力越大 而且呢 还有什么呢 所有的公共工程 都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甚至搞了一个什么呢 叫桥梁公路工程局的机构 来代理 这个机构连同他的称呼 保留到了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这个留给地方的这些领主们 只有这种乡间小路 你可以去修一修 所以其实都是削弱贵族 极权的体现 到这里呢 我又想起了我们 比如说80年代 曾经很流行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什么海洋文明 河域文明等等 说我们中国为了 因为有黄河 为了防洪 不得不集中力量办大事 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制度 但实际上你看法国也这样 法国有什么大河吗 有什么必要这样吗 所以这种地理决定论 我是不太赞同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民间的情况 他说18世纪的法国农村 还存在着一些自治团体 跟我们49年之前农村的这种宗族自治团体差不多 他说与美国的农村村设的特点类似 但命运迥异 因为上层政治不同 这个美国的农村 它纯属是一个自治的团体 纯属是自己管理自己 而法国的农村 则是 而法国的农村 则是被控制在国家之下的 官员你可以选 你可以选举 税官啊 理事啊 什么的 但是选出来 他其实只不过是国家的工具 他不是社区的代表 他也不是你的服务者 他是干嘛的 他其实就是人们选出来之后 管理自己 然后与中央政府接洽的人 而不是你的服务者 所以说 他说革命之前 农村 尽管还保留着 从前的民主的形势 比如说有全民大会 大家有权表达自己的心愿 但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 行事 你要行为的话 你就一切都得听命于中央政府 这个人民自己的意见 没有任何做主的权利 他举了一个例子 很有意思啊 他说 比如说一个 很偏远的一个小镇 他要想要修补自己 那个被封挂坏了的教堂的屋顶 或重建本堂神府 所住的坍塌的强垣 都必须要获得 预前会议的裁决 这简直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格言 他怎么说 他说 最专制的政府 也能与最民主的形势 结合在一起 压迫人 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人民有选举权 但候选人 由总督制定 而且还得全票通过 官员如果不服从 他必须顺服 如果不服从 就被下狱 久而久之 官员也极为顺服了 这个大家自己对比吧 太明显了 而且这一点的官员跟贵族就不一样 你官员可以随便就给他下狱 贵族你就不能 因为他有力量反抗啊 还有就是什么呢 人民对待贵族的态度 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在极权化的过程中 我们说官僚取代了贵族 比如说中世纪 国王的这个重大的会议 都是找贵族去商量 重大事项都是找贵族商量 但是到了极权化的时代呢 国王是找官僚去商量 贵族成了政治上的吉祥物 纯属摆设在地方贵族的领地内部 他失去了对领地的实际治权 这些治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所以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权力这个责任越大权力越大 所以老百姓只认政府 他不认贵族 与此同时呢 贵族还享有原来的那些种种特权 特权没给的少 比如说免税权 他还有打猎的权力 还有公共林地的特权 还有土地租金 我们说呀 这个极权时代的 极权社会的老百姓 观念其实都差不多 他屈服于政府 不过就是不得已 政府有强大的力量 你干不过他而已 本质上其实与劫匪跟受害者的关系 没有两样 这种观念已经深入到了 极权社会的老百姓的骨髓了 所以从老百姓这个角度看来 你贵族又没有权力管我 你也没有公共事务的权柄 你不过就是我们农民的一个熟悉 陌生的邻居而已 你啥都说了 你说了什么都不算 你还享受那些特权 你凭什么 我凭什么还要向你交税 还要向你 还要交什么呢 交土地租金 因为很多老百姓说 我已经都出钱买了 比如说一个老百姓卖土地 另外一个老百姓 我出钱买了 买回来东西当然是我的了 怎么我还要向你交租金呢 他没有想到这些土地 其实还是至少名义上 还是属于贵族的 所以在大革命之前 贵族被普通的法国人仇视 就是有原因的 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不是因为无神论 你看托克威尔的解释 他不是从什么无神论 有神论的方面去解释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旧制度的行政风尚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看一看 旧制度 这个托克威尔有一句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历史是一座画廊 在那里原作很少 富士品很多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个行政风尚 跟我们何其相似 如果让我个人 对这本书所阐述的 法国旧制度的政府 做一个简洁概括的话 我想四字就够了 四个字 万能政府 我们看看这个万能政府 什么特点 首先 这个万能政府对民间团体 充满敌视与警惕 这个他说 政府之外的人 如果谁要是有心于公共事务 肯定对政府怀有一律 怀有强烈的仇恨 他说再小的独立于政府的团体 也会让政府感到畏惧 使政府不快 政府只让那些 由他一手组成 并由他主持的社团存在 他宁愿贫乏 也不要竞争 但是政府允许人们讨论宗教 哲学 道德 甚至政治的抽象理论 只要他们不去恶意评价具体的一些政令 或者是具体的官员就行 政府就以为 这跟我无关了 而且呢 那个时代 18世纪政府还要 还想要控制报纸 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太小儿科了 那么这个法国的这个万能政府 他都负责什么呢 他说政府责任重大而又细致 事物巨细什么都管 他说18世纪末的时候 任何偏远省份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办一个什么乞丐收容所 他的开支 规章制度 选址 建造 都有总督亲自监督 跟计划经济似的 总督肯定忙不来 那就委任一些办事员去办 这些办事员 就是实际的掌权人 那我们可以想象 同时肯定带来复败 他说总督在巴黎 而能洞悉一切 就必须有上千种审查制度 审查手段 来配合 所以行政程序十分庞大复杂 文书庞大 总督会收到各种报表 各种数据 这跟我们的集权的文官系统多像 政府还要干什么 政府还负责发展经济 中央政府还要教穷人如何致富 甚至强制他们致富 强迫人们用某种方法 或者某个产品来致富 还专门设置了一个 工业总监督这么一个职位 总督和总督代理 不时还会散发一些农艺方面的小册子 建立农协会 发给奖金 给农民发这个苗种 但是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去减轻农业的负担 预前会议有时还会禁止 在他认为不适合的 不适当的土地上 种某种植物 作物 比如说他认为某块地 适合种小麦 农民种了葡萄 怎么办 拔掉 政府 他说政府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不只是统治者了 已经变成了监护人 跟我们多像 他说 实际上 法国旧政府并不想把社会搞糟 他们对自己的任务很清楚 也很积极 但其实正是这个积极 反倒有害 但是当时法国人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普遍认为 如果国家不介入 就什么都干不好 农民相信说如果说这个农业干不好 那肯定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够 而不是做的太多 政府甚至取代了上帝 人们自然会去祈求政府 甚至连贵族都去祈求政府 只不过是态度高一点而已 他说有了灾害了 这个农民要求政府 这个赔偿他们的牲口 夫人要求政府 帮助他们开发土地 争地 企业家要求总督给他们垄断特权 避免竞争 制造商买卖不好干 申请政府救济 饥荒的时候 人们向政府求助 政府还会发奉慈善 阵纪 甚至连气候不好 都是去责怪政府 这就是一种政府崇拜症 甚至我们看 当时法国的很多思想家 革命家 他的思路 也是借助中央集权来摧毁一切 再重建一些 建立人间天党 都是靠集权去做 而不是靠自由 这说明什么 说明集权思维已经深入骨髓了 这种万能政府的这种思维 已经成为法国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崇拜者了 崇拜的对象了 所以说这里边他讲的是法国 但实际上你看跟我们今天一回事吗 我们今天比如疫苗出事 大家骂 骂完你问他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加强监管 比如金融出事了 心态犯赖 大家骂 骂完了你说应该怎么办 加强监管 这简直就跟我们一模一样 实际上这种现象 人们的这种观念 就是因为长期的 多少代人的这种全能政府 这种极权社会 极权的政治 在不知不觉中 就在人们的观念中 种下了这样的种子 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中世纪的 不是中世纪啊 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卖观现象 他有卖观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想 这个国王当时如果向这个 三级会议要钱 比较难 卖观简单的 直接就来钱了 卖给谁呢 卖给第三等级 资产阶级 他们有钱呢 他们买过来这个观 就可以获得一些特权 比如说有免税权 还有些其他的特权 这就是观本位思想之源 所以说只要有集权专制 都会产生这种东西 这个卖观的一个后果 就让法国出现了庞大而复杂 而且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 官僚的机器 官僚们都假装干活 甚至不得不让这个机器空转 同时呢 又要另设一些 一个一个更简练高效的机构 来切实办理那些官僚们 假装在办 而实际未办的事情 这些官僚们都是有钱人吗 买官吗 资产者吗 所以他们构成了一个新阶级 官商结合 官僚阶级 那么这种糟糕的情况能改革吗 他说改不了 不行 真正的改革是走不下去的 因为需要毅力 这种软弱的政府 怎么可能有这种毅力啊 政府改革 他不可能 但是他可以假装改革 我笑死 他可以假装改革 跟我们今天很像 他可以去不断的更改 各种已有的这种规章制度 法律条文 更改各种规章 追规章制度 法律条文 假装改革 结果怎么样 结果只会使官员们无所适从 官员们最大的精力 不是用于政务 而是用于研究新规定 领会新精神 然后再有呢 他又谈到国家信用的崩溃 他说在中世纪时代呀 这个我们说啊 信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政治品格 中国也一样 儒家讲仁义理智信 信嘛 信用 但是到了极权时代 国王大权在握 他就可以任性 王室的财产出售之后 还能收回 契约遭到破坏 债权人成了吸尘品 国家不断失信于民 很多那种 就是卖给资产阶级那些贵族头衔 都买的吗 这些贵族头衔 还被一次次的收回 你得重新掏钱去买 比如说路易十四 他说他举例说 比如路易十四取消过 九十二年来 全部那些购买的贵族头衔 他说八十年后 路易十五也这么干 这哪还有信用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这个他说提到 刚才所说的一个 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局长 曾经有过一个设想 因为当时这个公路啊 维修什么的 你都得要人民去摇曳 这不是劳民伤财 劳民嘛 所以呢 他就行 做了个计划 就说我不让你去摇曳了 你就掏钱 拿拿 就是用税收来补偿就完了 但是后来放弃了 为什么呢 他怕这笔钱被国父挪用 如果挪用了 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就是人们既要交这个税 你还得去扶这个摇曳 就让我不得不想到了 黄宗席定律 咱们可爱的秦辉老师的这个发现 在法国也有 在这样的行政风尚之下 文人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了 因为在精神舆论方面 原本是贵族在领造 而贵族没落了 文人就迅速的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个他说 公众的不满和激情 被伪装成了哲学 作家成了舆论的领导 占据了本应属于政党领袖的位置 那么下面我们再谈一个小问题 就是法国当时的国家结构 也就是首都与地方的关系 托克威尔说 他这么讲 他说伦敦居民之多 相当于一个亡国 但他无法主导英国的命运 而巴黎可以 巴黎是法国的时尚典范 也是制造业工业的中心 地方的独立生活被取消 地方完全依赖于首都 他就提到这个大革命中啊 阿瑟阳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他当时正在法国游历 他离开巴黎到外省之后 他说外省人几乎都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们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 我们得看到巴黎是怎么干的 然后当时这个米拉波侯爵啊 他认为法国的这个首都巴黎 已经把国家的资源都吸走了 包括财富显贵商人和知识分子 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中国 问题太清楚了 当时还没有 这个物理学上还没有黑洞这个概念 但实际上米拉波爵士已经 十分清晰的表达了这个概念 法国当时这个巴黎 就是一个法国当时的资源黑洞 因为权力集中于此 那么在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国家里 权力集中到哪 就意味着资源会被 不断的汇聚于哪 那么我们如果看看今天的中国 庞大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 还有每个省会的省会城市 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总有人抱怨说北京人口多 外地人都都往北京跑 怎么解决 其实都跟这个这一回事 甚至我们看一看巴黎和北京的城市布局 它的城市结构都差不多 都是这个有一个中心 然后从中央向外辐射 北京是以皇宫为中心 二环三环四环辐射出去 我没去过巴黎啊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环路 但是我从其他的书里边读到过 说巴黎也是以皇宫和巴黎圣母院为中心 然后往外辐射的 这种城市的布局其实正 恰好就说明了它的这种权力结构 这种权力的形式 而在欧美英美国家城市的结构 是无所谓中心的 那么资源被首都吸走了之后 这个首都肯定会越来越臃肿 越来越庞大 与此同时呢 托克威尔说 政府又害怕首都过于巨大 国王想阻止巴黎的扩大 严禁新建房屋 我们在这么细节的一个问题上 我们再对比一下北京 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北京越来越大 但政府不希望它太大 清理低端人口 前几天我记得还说 是几环内啊 又不允许再建新的商业物业了 不允许再建新房子出去卖了 所以我说这个这本书啊 它很多地方简直说是法国 我们今天读着是如此的亲切啊 还有十分钟时间 我其实我讲的快差不多了 一大半了 如果讲不完呢 就下次再讲 那么我还有一段时间 一点时间 我再讲一下司法的问题 司法 法国旧时代的司法 那么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向我们群里边的这些法律 人士 律师 法学家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包括讲贺卫了方老师 我们应该致以崇高的敬意 司法非常重要 托克威尔讲到 法国旧时代的这个司法呢 他说 他是这么讲啊 按照中世纪法国的传统 普通法庭都是独立于政府的 法国的这个国王啊 他无法控制法官的人事安排 所以他无法控制司法 集权了之后 那这个司法 这种独立的司法 对国王来说 就太讨厌了 所以国王另立了 自己能控制的一个法庭 叫行政法庭 那么这个预前会议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最高权力机构 他发这个公文的时候 经常结尾会讲这么一句话 因执行此命令而引起的诉讼 要交给总督或预前会议来处理 普通法庭不得受理 像不像我们的红头文件啊 普通法庭能受理什么呢 只能处理私人之间的纠纷 而这个个人跟政府 或者是跟官员之间的诉讼 则全部都要交给行政法庭 调案 他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国家工程里边 有一个劳工和一个监工 发生了纠纷 最后这个普通法庭是无权受理 最后由预前会议做出裁决 他说监工确实不对 确实有毛病 但是不应因此而任事态自行发展 普通法庭不可受理这类案件 此例一开 公众的仇恨会使这类案件不断出现 影响工程进度 这难道不令我们想起甲仪 汉代甲仪讲的投鼠即弃的那个典故吗 一模一样 监工是什么人 最底层的官员 但是他仍然是官员 只要是官员就得保护 然后呢 托克贝尔讲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我这个以前我都没有想到 还有这种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说近代的法学家认为 以前司法常常干预行政 这很不好 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观点是说 行政经常干预司法 这很不好 因为会引起这个正义的问题 但是他们 他说当时的法学家认为 司法会经常干预行政 致使这个行政的效率低下 而法国大革命的一大成就 就是把他们分开了 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 那法国可真是因祸得福了 在旧的极权时代 他们是这个国王控制司法 但是大革命为了提高效率 反倒把他们分开了 他说呀 旧时代还有一条法律 还有一条这个法规 我忘了提了 他是怎么说呢 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 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 这个我不知道 对于司法的这段描述 我不知道大家会做何感想 我个人而言真是唏嘘 极权专制的表现 简直是全世界都是一个样子 他们就像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似的 相互学习过似的 类似于法国的行政法院 我国古代叫什么 叫肇育系统 今天就不用说 连肇育系统都不需要了 党的政法委领导司法 这样的司法体系 就会造成一些很有趣的后果 他说各种国王的法律 或者国王斥令 在执行过程中 不断被各种例外扭曲 变更 甚至偏离远貌 他说条规强硬严峻 实行起来却柔软松带 所以人们蔑视法律 不尊重法律 他的原因正在于此 他说人民遵从这样的政府 是出于习惯而非意愿 他说镇压人民的总是暴力和专权 而不是法律 他说这样的法律 甚至被执法者本身所蔑视 以至于让老百姓 让老百姓觉得什么呢 说人们觉得 这个骑警队 就是秩序本身 他说逃到那个 英国的那些法国的贵族 他们惊讶于什么呢 说英国竟然没有骑警队 没有自卫队 这样的东西 而英国人对这一点 怎么看呢 他说人们庆幸 英国没有骑警队 哪怕自己被偷 我都不想要骑警队 这个简直太有意思了 这点 那么呢 这样的司法 这样的旧制度 对法国的国民性 有什么影响 这个托克威尔在这 其实是写了不少的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 他说首先呢 这个各地的老百姓 去同 失去个性 因为你这个国家的法律 是越来越普遍性 越来越一致 他说正是因为 独服体制 天长日久 使人们彼此相似 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 这是独服体制的必然后果 然后他提到这个司法的问题 对人性的影响 他又说 政府干预司法 使人性堕落 堕落成什么样呢 使人们变得 兼具革命性和奴性 所以那个时代的法国人 我们看 我们太熟悉了 跟鲁迅笔下所批判的阿Q 难道不是一样吗 兼具奴性和革命性 你压不住他了 他就起来革命了 他又说什么呢 他又说 司法习惯会变成民族习惯 独立的良好的司法 让一切可提交辩论 一切决定均可复义 公开而有讲究形式正义 这些都与奴性格格不入 所以失去这一切 民族的性格 就会走向反面 而这个法国当时 他又讲了一点 法国当时的基层官员 有时候会汇报 他这个治下的署民的品质 他们总是这么去形容农民的 农民生性懒惰 若非迫于活命 就不会干活 这都是牲口 跟我们这个农民差不多 而且呢 这个老百姓啊 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政治蔑视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根本不被允许参与政治 所以他根本 他对政治肯定不感兴趣 而且蔑视 他说法国的老百姓对政治不感兴趣 而且蔑视 而英国的老百姓 却十分热衷于治国之道 那些流亡到英国的法国的贵族 他看到发现了这种差别 他们也很惊讶 但是他们怎么解释呢 解释成为气候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实际上就是因为英国人 英国的老百姓 因为他有地方自治 政治向平民开放 老百姓都急急的参与到政治当中去 所以他会热衷于治国之道 他会喜欢政治 而你像一个极权的社会 老百姓根本就不允许你参与到政治之中 但是实际上参与政治 参与公共事务 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他又没有权利参与 所以呢 他转而去蔑视这个政治 跟中国何其相似 他又说 在城市之中 这个城市的政府中 小团体林立 为争权夺势 相互斗争不休 大家只图私利 事不关己 则高高挂起 他说法国原来并没有个人主义 这样的词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这种政治团体 他可以给一个词 叫集体个人主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 其实还有两个问题 没有讲完 估计大概再有十分二分钟就可以讲完了 但是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以后再讲下去 再讲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围观 再见 下面应该是这个互动环节吧 那我首先来回答一下老杜的这个问题 老杜的第一问题 他说 你一直说极权主义 而一般学术著作都称法国旧制度为代表的这种欧洲大陆体制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 其实我说的就是后一个极权 集中的极 而不是极端的极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老杜问的是说 你通过你的这个讲呢 讲这个东西呢 觉得好像中国跟法国旧时代旧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中国跟这个英美啊 反倒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这一点呢 确实是如此 因为他们都是极权的 极权体制 集中的极 都是极权体制 我们中国从秦之后到 到未知的年代吧 至今其实都是这样一种体制 所以跟法国的旧制度 旧的时代 其实确实很相似 而我们跟英美比的话 那应该说先旗时代 尤其是西州时代 可能会比较相似 更接近 然后老杜问到 为何法国和欧洲后来却趋向于英美的政治了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 尤其是经过一战二战 你跟英国不一样这种这种体制的话 你就你活不好 你你就是一种失败的体制 你竞争不过它 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 包括这种对英国的 欧洲对英国的这种不停的学习 使他们趋向于一致 老杜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是否预示着中国未来的转型 会走这个跟法国类似的路径 大概是这么个问题吧 对此呢 我确实是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如果说你要是采用一些 就像我们很多保守主义所推崇的 要走这个英美之路的话 其实我觉得走不下去 因为你的社会现实在这摆着呢 你要是走英国的路径的话 你得你这个社会得是一个封建制的社会 才能够自然演化出 就是说或者借鉴英国的那种演化 然后形成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社会现实了 我们离开封建制 我们去封建制已经两千多年了 所以更有借鉴意义的或许是法国 而不是英国 这个天方夜朋友问到说 隔壁是什么水平 我说实话我不了解 但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 其实有一句话的我没讲 我说他真读过这本书吗 他如果真的细致的读过的话 他怎么可能拿来推荐给别人读啊 这种这种书应该哪 马上拿去封建才对呀 怎么可能推荐给别人读呢 所以我很怀疑他是不是读 真的读过 如果是读过的话 是不是真的读懂了 我下面回应一下杨光朋友的这个问题啊 他说英国那个是光荣革命 法国那个可以叫做悲惨革命 而且我们按照你今天的对比啊 法国跟我们挺像 那么我们天朝可能光荣革命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我的问题是说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避免 就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悲惨革命 那样的悲剧 能不能避免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能不能够回避 能不能够避免 再次避免 就是这种悲剧的革命 说真的 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我们充分的吸取 他这个经验教训 只能是尽力去做 但是 实际上革命的主体 不是我们这些文化人 而是平民 屁民 也就像我们 我刚才语音里所讲的 这种兼具革命性和奴性的 屁民 实际上是专制极权的政治 培养出来的 培育出来的 你有这样的极权的政治 你就肯定有那样的屁民 你跑不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悲观的 如果再次发生什么革命 我估计还是那样 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 那么暴力 那么悲惨悲剧 像很多人解释说是无神论 或者宗教 我认为这都是走偏了 太太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屁民 在极权专制的社会 他没有参与政治的经验 我们说英国为什么那么好 因为屁民天天参与政治 而法国这样的 或中国这样的极权社会 屁民没有机会参与政治 政治这个东西 不是能够靠书本就能学会的 而是说你要必须 就像踢球 你读多少书你都不会踢 你必须得真的去玩才行 政治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些屁民没有实际的政治经验 一旦他革命了 他要去参与政治了 他就会玩坏 他就会把这个游戏玩坏 往坏里玩 玩到崩溃 这就是屁民政治 极权之下的屁民政治的一个 很大的弊端 所以说我觉得法国大革命 在欧洲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 那么大的震撼 不只是因为它的暴力 失序 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型的东西 在以前的欧洲没有见过 所以我以前我在这个群也说过 欧洲人没见过世面 他们没有见过那种极权政府 极权专政的政府 被革命推翻之后的惨状 这个社会的惨状 他没见过 中国人见过无数次 从秦以后到到这个现在 农民起义的样子 我们太熟悉了 人吃人 什么样的都有 人间地狱的惨状 我们见的太多了 欧洲人没有见识 他没见过这么暴烈的情况 所以他充分地去吸取 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教训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 前一天 前一天 我的群里也是这么聊 我说什么呢 法国大革命 其实更像中国的 陈胜无王起义 那是法国 那是欧洲第一次 僻民起来 推翻一个专制集权的 这种政权 更像陈胜无王起义 而不像 其他就是 这个欧洲的其他的革命 老杜这个另一个问题 我是相当的同意 他是怎么说呢 我给大家复述一遍 用这个语音 他说 既然法国及欧洲大陆 这个国家 与中国 他说既然法国及欧洲大陆国家 及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 与英美国家有更多的差异 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 显然是以英国 暗古鲁萨克逊语境下的场路 你是否认为 他不具有普遍性 而只是英美文化下的可能的选项 说实话 老杜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这也是我 确实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估计隔壁 他可能是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章 就是说去解读这个大革命的文章 因为我发现 国内的很多学者 论文也好什么的 他主要纠结于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 所以他推荐这本书 我怀疑可能跟这有关系 但这个话题实际上在这本书中 它只是众多话题中的一个 你可以说它很重要 但绝不是核心 绝不是托克威尔要讲的 此书中所要讲的根本的东西 根本的东西 它还是分析集权的问题 就是旧制度 对这个签文过朋友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只能说 其实历史决定论 我不太能够赞成 我还是觉得历史之中充满了偶然性 我们人类只能用这种非常有限的理性 去摸索它其中的一些 一些个大的规律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是作为一种事后解释 用马后炮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个决定性的规律 我看很难说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偶然的事件 起了很大的 或者甚至是根本性的决定的 这种这种作用 那么签文过朋友 他还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以为中国当 中国现在当以开明治为先 还是争民权为先 我是这么想 开明治与争民权 有没有矛盾 如果没有矛盾的话 就可以齐头并进 而不是哪个为先的问题了 都重要 只要它有利于我们走向 宪政民主 自由平等 我们就去做好了 当然呢 这个做呢 其实 我最近越来越觉得 我们是不是有点 被墨菲定律给控制了 我们怕什么来什么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么多年 比如说我关注这个 实时政治和思想方面 大概有大概小十年的时间 那个时代 比如说 10年左右 那个时候 觉得怎么可能 再走回头路呢 提到这个问题 可能当时的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 都会觉得 你提这个问题本身 你是不是疯了 怎么可能呢 可是现在我们看 你怕什么来什么 至于地理因素呢 我认为 它肯定是因素之一 但是 我所说的是说 这种决定论 是不是一个因素 就能够颠倒一切 能决定一切 我觉得这种决定 可能是未必的 可能是有点太过了 但是它作为一种因素 我觉得是不可否认的 三峰 这位朋友叫三峰 他说 我想请教一下 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有没有哪些必然的联系 对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要说 它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去 研究了历史之后 才能够做这种回答 我个人的这个水平啊 还比较 在这个方面的历史方面 细节方面 我还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估计在过一段时间 可能明和雄 他现在正在 正在读一个这方面的书 后续我想 他可能会给出一个 更能够让我们满意的答案 一直老哥说 他提一个问题 他说英国的就 这个英国的贵族 缘和能够 既能够和国王叫板 又能和平民同婚 我现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 首先我想回应的是 后面的那问题 就是说为何英国的贵族 能够和平民同婚 实际上为什么英国人 英国的贵族 肯和平民同婚 我也这个历史啊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托克格尔讲这个话 其实是为了对比法国 就说法国的贵族 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血缘 为什么执着那么执着于血缘的壁垒 不跟平民同婚 这种对比 我们如果看明白了法国的这个原因 或许我们就能够明白英国的贵族 何以能够与平民同婚 那么为什么法国的贵族 当时就那么执着于这种血缘的壁垒 而不跟平民同婚呢 我觉得通关这个全书啊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个原因 因为这个贵族呢 在极权化的过程中 他逐渐的失去了自己对领地的治权 实际上也就 实际上也就是被排除在了 逐渐被排除在了政治之外 你要像平民似的 你本来就没有这个政治权利 像我们现在 我现在我也无所谓了 但是他原来是有的 然后后来被逐渐的又被排除出去 他的心理上一定是有巨大的落差 那么呢 为了标榜自己 我是特殊的 我是贵族 我跟你们平民不一样 所以就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执着于血缘的壁垒 去做一种心理补偿 那么对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英国的贵族 何以能够敢跟国王叫板 能够跟国王叫板 那么首先就是说 他有那个实力 封建时代 贵族有那个实力 这个不光是 当时的英国是那样 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的贵族都是如此 包括我们中国 这个封建的黄金时代 西州时代 甚至是在孔子那个时代 李崩越坏了的那个 那个春秋时代 都是这样 贵族的手 贵族对自己的领地啊 其实就像一个小的国家一样 他对这个领地有所有权 所谓的国家主权 其实就来自于中世纪 贵族对自己领地的那个所有权 他有治权 对这个领地 有任免惯例的权利 有财税的权利 甚至可以保有军队 这个欧洲这种情况就太普遍了 那么像中国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孔子的时代 有一次孔子当时那个 他从政的时候 鲁昭公吧 鲁昭公要去攻打济世 济世就反抗 他用什么反抗 用的就是自己家里边的家兵 什么叫家 不是家庭 那个时代的家 国家的家 那个家是指的是贵 就是大夫这一级的 他的封地 他的那个政治体 那个政治实体叫家 所以就是古人讲 有国有家者 什么叫有国有家者 就是贵族 有领地的人 有国有家者 所以他那个时代的贵族 到孔子那个时代的那些贵族 大夫 都是有家兵的 他的这个家兵带队的人叫什么 叫家司马 所以他首先 他就有这个实力 对抗国王 我这个回答呀 很有可能没有 没有领会 这个一纸老哥的意图 他这个 我估计他这个问题 本身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但是我可能没有意识到 他的那个 那个梗啊 所以呢 我只能回答到这 如果回答的不对 还请一纸老哥 能够亲自能够解释一下 或者说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 我落下一个问题啊 是稀土兄弟提的一个问题 他说黑格尔说过 中国 中华帝国有过这种神权专制 法国也曾经有过神权专制 他说这两个神 你能不能做一下区别 实际上对黑格尔这个话 我不太了 我不太了解 还是头一次听说 那么中国的神权专制 跟法国的神权专制 这个本身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讲一下他这两种神的区别 我倒是大概能讲 就大概能够尽我所能的去 说一下这个问题 提起法国 说法国有神权专制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 如果这么说的话 这个历史我不太了解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倒是有点像政教合一的味道了 这个话题其实在我的准备中 是准备了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去讲它 根本没有讲它 我这里到时候可以去讲一下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政教合一 大家怎么理解它 比如说我们今天 算不算政教合一 因为我们今天连宗教都没有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 它跟政教合一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个人认为 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 政教合一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政教合一的本质 并不在于宗教如何如何 权力如何如何 而在于政治掌控了 宗教的权力 而通过宗教掌控了什么呢 掌控的是真理啊 也就是说 政教合一的本质 实际上是权力和真理 捆绑在了一起 权力借助于真理 去给自己提供合法性 然后呢 这个真理是掌握在权力手中的 它可以通过 这种真理的名义 去为所欲为 这就是政教合一的本质 它其实也是 今天古往今来的 恐怖主义 集成主义 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 甚至我记得 我刚刚接触到政治思想的那几年啊 我还去专门去查过 我查到一个一个这个网站 是一个是一个官媒 稍微明个点 是一个官媒 打开之后呢 它上边有一个大的横幅 就在最上面 红色的 然后是当时那位前任那位的头像摆在那 然后呢 这个横幅上写了一串大字 怎么写的 选择正确的理论 教育人民 如果是刘俊宁老师看到这句话 首先他就会说 多么狂妄 多么狂妄 但是我要说的什么呢 这就是政教合一 权力掌控了真理 他能够决定哪一条理论是真理 他能够决定哪一条理论是真理 然后呢 他选择他 然后教育人民 以此赋予给自己合法性 这就是政教合一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传统的中国 皇权时代 其实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 尽管我们说 中国的政治 从孔子开始 甚至从周公开始 就已经逐渐的世俗化了 就已经逐渐世俗化了 但是本质上 他还留着一个政教合一的传统 什么呢 你看这个皇帝这个人 首先他是政治领袖 而且他是什么 他是神的子孙 他是天子 皇和地都不是人 是神呢 所以说他是政权的实际掌控人 而且他也是教权的掌控人 最典型的权力对真理的这个掌控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汉代 之前估计也有啊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汉景帝的时代 我们知道汉朝前期的几个皇帝 无为而至 都是非常开明的文帝景帝 但是 这种这个非常开明的这个景帝 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 一段故事 我经常也在各个群里头 说这个事啊 我再重述一遍 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两个大臣 皇生和元故生 争论一个政治学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个呃 这个武王伐咒啊 他有没有正当性 一个大臣说有 另一大臣说没有 他们都是为了保汉家江山 汉家政权 说有的那个 实际上是想要赋予 刘邦反秦以合法性 说没有正当性的那个 实际上是说 现在再有人来反抗我们汉朝 推翻我们 是不行的 不应该的 都是为了 呃 维护汉家江山 但是呢 这两个人就争执不下 因为说 如果说你 你这个 认为武王伐咒有合法性 那现在 老百姓就可以起来反抗汉朝啊 啊 如果你说 武王伐咒没有合法性 那当年刘邦反秦 就没有合法性 你汉朝的根基就没有合法性 怎么解决呢 相识不下 怎么办 这本身原本是一个学术问题 啊 结果呢 两个人相识不下 最后就去找了汉景帝来裁决 啊 这是第一次 有史以来可能在中国历史上 可能算是第一次明确的记载的 就是学术问题 由皇帝就掌控权力的那个人来决定 谁对谁错 在先秦时代 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极权时代 然后皇帝怎么回答呢 皇帝说 这个问题啊 他说什么呢 食马肉 不食马肝 不可谓 不知味 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认为 马肉是出了名的美食 尤其是马肝 但是马肝 他们认为什么 民信 这门马肝 有毒 所以呢 你吃马肉 你已经是美食家了 但是你如果 你不吃马肝 不影响你作为一个合格的美食家 他有毒吗 你别以身犯险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是好学者 你们都是好学者 但是这有一个禁区 学术禁区 你不研究他 并不妨碍你成为一流的学者 这就为学术划定了一个禁区 政治哲学的核心的问题 不允许学术 这个学者们探讨了 所以儒家从汉代以后 他不研究政治学了 研究新性之学 道德哲学 所以呢 当时这个思想界 其实对儒家的走向 其实都有一个深刻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 我是要说 从这个时代开始 从极圈的时代开始 权力就开始掌控了真理 权力就开始掌控真理 那么 政教合一 其实是一回事 但是法国的这种 说是这个 神权专制 我不太清楚 当时法国的历史 对此我不能做太多的 详细的论说 但是我确实认为 中世纪 欧洲的那个上帝 就基督教的上帝 和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个神 就是上天 其实是有着很大的 关联性的 我们那个上天 不是来源于基督教 不是来源于 亚伯拉罕三教的 那个系统 包括犹太 基督和 伊斯兰教 他们的上帝是同一个 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那个上天 来源什么呢 来源于东亚 诸民族 各个民族的 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种信仰 叫做 萨满教 我在上一次一个语音 这个讲的东西里边 也提到这一点 这个萨满教 其实不只是东亚了 实际上你还可以把它弄到 比如说 印度 婆罗门教 它一样是 类似这样 萨满教的一种宗教 你拿到国埃及去 也是类似的 国埃及的统治者 叫什么呢 叫法老 明显就是政教合一嘛 权力跟宗教 就合在一起嘛 那么还包括什么 就是西伯利亚的各种 森林里边的草原上的各种民族 都是这样 而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 比如说在儒家 或者是在道家 不是道教啊 道家 他们对于天 与天道的理解 我甚至觉得他们 尤其是儒家对于天的理解 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反 就是一定程度上 是在反这个传统的 蒙昧的那种萨满教的解读 它更接近于欧洲近代 欧洲人的那种自然神论的观念 不是那种蒙昧的 愚昧的迷信的解读 而是有点更偏向于理神论 也就是自然神论的解读 这都是很好的 但无论怎么样 只要你这个权力跟 这个power权力和宗教 或者说跟这个真理 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 那就可怕了 那就成了政教合议的一个 极权主义 专制主义的顶峰的一种形态了 这种情况下 就像托克贝尔书中所说 不只是对这个社会不好 对老百姓 这个是一种摧残 甚至对宗教本身 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是一种摧残的一种